我一个满级白莲花 竟然穿到了一个终极变爱脑身上 许一口像往常一样 把她的作业丢到我桌子上 这星期的作业帮我写了 还有我待会儿打篮球记得给我买水 我笑嘻嘻地硬下了 乖乖地去买了水 当了她的面 把水币给了帅气逼人的嗜好 我抱着游戏人生的态度 得过且过了22年 终于在22岁生日的前一天隔屁了 再从酒吧回来的路上 掉进了河里 再醒来就发现自己 穿到了一个叫夏绵的16岁少女身上 这姑娘的人生也不比我好多少啊 她是个实打实的恋爱脑啊 去的第一天 她的闺蜜书面就对我说 绵绵你别再找我借钱了 你为了给许一买鞋 都多久没吃饭了 我不借你了 第二天 她的妈妈就对我说 绵绵啊 你们不是才交了辅导费吗 怎么还要交 妈妈这个月才交了卖菜摊子的租金 什么辅导费 她就是要给许一买鞋 这是什么顶级恋爱脑 第三天 她的老师就找我谈话了 下面 你还考不考大学了 那个许一 你成天追着人家有什么用 人家什么家境 你什么家境 这是什么终极恋爱脑 上辈子 我虽然游戏人间 也是因为爹不疼 娘不爱 自己早早就独立起来 太麻木的 这姑娘 父母老师存土 闺蜜 赤诚友善 她凭什么不行 既然让我再活一次 什么绝地求生的剧本 我都能演好 现在的情况是 国力已经没有了 老师也把我调到了最后一排 我安安静静地收拾自己的东西 搬到了最后排 可越收拾 越生气 高二了 这桌子里放的什么 是一半的围巾 仔细辨别上面的字母 还能认出许一二字 还有存权记录 她还差两百块 就能给许一买一双两千多的鞋子 看她画着鼓励自己的话 我不禁胸口发闷 还有一个本子 记录许一喜欢干什么 喜欢吃什么 我都气笑了 她喜欢吃章鱼小丸子 能帮高考加分吗 这记录的比文言文注解还要清楚 我掉那些东西 团成团 毫不犹豫地扔进了垃圾桶 班上的同学都奇怪地看着我 好像我在做什么外星人的事一样 扔掉那些杂物 桌子一下空了起来 好家伙 跟学习有关的事 她是一点不干啊 我旁边的人见我要做最后一排了 她就凑了过来 她属于是最后一排的吉祥物了 长得圆圆胖胖的 她试探地看了我一眼 毫不犹豫地开口道 喂 你真的为了许一跳河了 我倒忘了这茬 团主为了等网吧打游戏的许一 一起回家 等到了很晚 结果那条路没有灯 她也掉河里去了 被捞起来之后 流言就开始了 说什么 我要死要活地追着许一 可人家不想跟我好 就算我跳河以死相逼 她都不想跟我好 那也圆圆胖胖的男生见我不说话 又凑了过来一脸八发道 这么多人追许一 我就佩服你 能豁得出命的 是庞汉子 什么豁得出命啊 老娘我现在最珍惜的 就是这条命了 我轻轻地勾了勾嘴角 拿出了五三 这出心得 对原主的恋爱脑一样 不掺任何东西 以前我虽然游戏人间 但是也考上了大学 各国同工的大学 选了一个金融专业 毕业后成了银行贵员 这辈子我想重新选一次 我长出了一口气 拿起了笔 看起了题 这还真是 过了这么多年 该不会的 还是不会 我正看着题 一本练习册就落了下来 许一那张 解奥不逊的脸 闯进了我的视线 她像往常样 把不想写的作业 放在了我桌子上 但但道 这个星期的作业 记得给我写了 还有待会我打篮球 记得买水 说完 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留下一个背影 我旁边的猿人见状 也想将自己的练习册放过来 我挟了她一眼 她实际地收回去了 我翻开了许一的练习册 好家伙 公公整整全是下面写的 我气得牙痒痒 恨不得把这练习册 喊许一嘴里 我望着许一的背影若有所思 很快 就到了下午的篮球赛 我去便利店买了水 就去了篮球场 许一球打得确实不错 不过对面的时候也很强 几乎压制着许一的进攻 观众席上的姑娘 分离两拨 一拨喊着许一的名字 另外一拨喊着江鹤一 江鹤一应该就是时候 不过她什么来头我也不清楚 我只知道她是一般的 旁边的猿人叫得起劲 我便拉着她问了起来 这江鹤一什么头 这么厉害 猿人奇怪的瞅我一眼 然后又反应过来 让你不能对许一太上头了吧 江鹤一 年帝低笑对的 那小子不错 我还跟他打过一次球 这样啊 我勾起了嘴角 很快上半场结束 我拿着水跑过去 许一被压着打了很久 此刻火气正大 她见我过去 便不耐烦的喉道 怎么这么慢 我对她露出一个微笑 在她伸出手接水的时候 我直接越过了她 她的表情又暴躁 变成疑惑 在她疑惑目光中 我把水递到了江鹤一手上 离间了我才发现 这个江鹤一才是神眼啊 她愣愣地看着 眼中闪过一丝冷漠 想必她也知道 我和许一什么关系 眼看就要被拒绝 我连帮俯身轻声道 这不是我给的 是我们班圆圆给的 她是你的头号粉丝 说着我回过身朝圆圆招手 她无比激动地站在椅子上回应 江鹤一看我一眼 也没有拒绝 而是拧开瓶带喝了起来 刚刚从圆圆兴奋的目光中 我就知道了她很欣赏江鹤一 我怂恿她送水 她又不来 觉得个大男生丢面子 所以我就带牢了 我回过身才发现 许一一脸黑线 她强压着怒气道 夏年 我的水呢 我假装认真地想了想 然后无奈地耸了耸肩 可能还在超市货架上 把许一愤怒的表情 转为了不可置信 中国人疑问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没有再搭理她 在众路亏亏之下 我走回了观众席 下半场开始了 许一越来越不在状态 比分越来越大 一旁的圆圆好奇地问道 你刚刚给许一说什么了 她怎么这么不在状态 我不在意道 我抬起头就看见了舒嬅 她也没料到我会在教室 惊讶的嘴巴都合 不拢 她应该是觉得我在篮球场吧 毕竟许一在比赛呢 不过她已经三天没有理我了 经过我这几天观察 她也是那样的姑娘 不过我作为满记白莲花 可是难以通吃的 不理我 我有的是找 她也许是觉得尴尬 想走 我连忙叫住了她 舒嬅 等我一下 她闻声停住了脚步 不过也没把头抬起来 我摸出了抽屉里的田 走了过去 她见我这驾驶 吓得后退几步 我委屈巴巴的走到她面前 声音带着微微的颤抖 拉起她的衣角 画画 就是建议的田 我现在知道错了 你不要不理我 这种时候任何的套路都是多余的 没有什么比诚恳的道歉更实在了 也许是我从未这样软过 她竟然脸红了 眼神也开始慌乱 你才不知道自己错了呢 我不相信 你肯定又像以前一样 表面上认错 然后又去找取义 这姑娘表面上软乎乎的 可面对恋爱恼闺蜜 还挺有自己的原则 我当然也不能让别人一气 就原谅我 这时就需要慢慢来 我把钱塞她包里 继续乖乖认错 你放心 这次绝对不会了 不信你就等着瞧 书华神情复杂 她有些不知所措的 扮着自己的手指 于是我又得寸进尺 就算不原谅我 作为同学可以给我讲讲题吗 什么 书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说到这里 我低下了头 装作难过的样子 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最后 在我的柔络公事下 她答应了我 并且特意强调 只是以学习委员的身份 给我讲题 学了一下午后 我是觉得真的吃力 好多知识点都忘记了 看着时间 也快到放学时间了 我正收拾东西 突然一个篮球咚的一声 落在我面前的练习册上 我皱了皱眉 没有抬头继续收拾 也不用想也知道是谁 徐一努力压着怒气问道 我练习份写好了吧 一整个下午 球也不看 总该是在帮我写练习册吧 我收拾好书包 慢悠悠的抬起头 看着徐一 看来她是收惨的呀 我把篮球下面的练习册 抽了出来 递给她 以后自己的东西 记得收好 不然我会当垃圾扔掉的 她接过练习册 翻了翻 脸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 那紧接着她就淡然一笑 下面 你最好别玩这种 欲情故动的法系 我不吃这套 你以前乖乖听话的很好 至少还有一点可爱 我努力挤出一个笑 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够好 让你产生了这样的误会 你放心以后 不会注意的 我这话一出 算是彻底把徐一点找了 她扔掉了手里的练习册 身子往后 靠在椅子上 吊锒铛的看着我 也好 被你追的也挺烦的 我提着书包 就往外走 身后传来徐一轻蔑的声音 你要是想追江鹤一 就别白费力气 她只会比我更讨厌你 她话音刚落 周国就想起低声的嘲笑 坐在门口的书画 担心的往后看了一眼 我递给她一安心的微笑 她便迅速低下了头 这话根本伤不了我 毕竟上辈子我听过的许多话 比这难听多了 许一在我面前 就跟个熊孩子似的 我懒得跟她一般见识 出了校门 我没有回家 而是朝家相反的方向走去 下午六七点的菜市场 挤满了人 里面是周末 很多上班族会来这里买菜 我顺着人流往里脊 四处张望找下面妈妈的摊子 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嘈杂的菜市场里 下面的妈妈 正面红耳赤的 跟人争立一块两块的价格 我艰难的往那边挪动着 下面妈妈 对着笑给别人装菜 姐 这个真甜一不了 我们金价都两块呢 妈妈 我喊了她一声 她迅速的只起了腰 一眼就看到了我 眼底竟发出热气的光 绵绵 你来做什么 这里乱的 你赶快回去学习啊 她单个一会儿 摊子前的人就越来越多 我二话不说 挤进了摊子 把书包放下 就帮她装起了菜 刚刚跟她争论的大姐 惊讶到 哟 苏芳 你还有个女儿啊 我还真没见过 小姑娘可真有心 放学了还到妈妈做生意 下面妈妈听见她夸我 也拉起我的首富和道 是啊 我是我们家下面 她可懂事了 是我平常不让她来 她高中了 要好好学习 我看着下面妈妈 一脸骄傲的样子 心里微动 大概是许久没有人 这样夸过我了 从上辈子开始 我爸妈离婚的时候 他们都嫌我是脱油瓶 把我扔给了外婆 我五岁的时候外婆去世了 我就只能去找我妈 后来我十二岁的时候 爸爸就因为欠赌债去世了 十六岁的时候妈妈也走了 然后后口本上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那时候我觉得 自己这辈子好像已经完了 我一直觉得 自己是个糟糕的人 索性后来 也就放弃自己了 我借着低头装菜的空档 演示好的情绪 我给她装好了菜 要搭了几根 空给她甜甜道 姐姐这菜便宜不了 你尝尝我们家通 可甜了 她听着我叫姐姐 笑得前仰后合的 你这小姑娘嘴甜的哟 行 吃着好吃我再来啊 说吧 她就大大方方的付钱了 我妈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我家国女就是厉害 那大姐最难产了 好在今天有你 可能由于我穿着校服 嘴又甜 摊子上围的人越来越多 我一会儿菜就卖完了 素方高兴的给下面她爸爸打电话 老夏啊 今天早打来啊 咱国女来帮我卖菜了 一会儿就卖完了 年龄还没吃饭 你早点收工啊 我一边收拾摊子 一边朝她笑的 素方店我在点烂菜叶子 连忙喝植物 别动别动 妈妈来 累着了吧 妈妈给你叫了甜甩 就是你们说的奶茶 她拉过我的手 让我坐下 又摸了摸我的头 别了别我耳边的碎发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我仰着头 享受她的腹摸 想了一会儿到 想吃糖醋排骨 她立马答应了 这时候菜市场 许多人都收攀了 他们见着我觉得眼神 总是要来问一会 这个时候 不管素方在做什么 她都会放下手中的事情 拉起我的手 向别人介绍我 等晚上铺板天空的时候 下面爸爸开着电动三额来了 我便蹦蹦跳跳地跑过去 挽着她的手 这个年近四十的中年男人 从怀里掏出了一包糖醇栗子 刚刚买的 趁热吃 素方快速地把摊子上的东西 装上车 然后瞧 那瞧三轮车又对我说道 要不连连打车回家呀 我一脸奇怪地看着她 又立马反应过来 想必是之前下棉 嫌弃过这三轮车 她正要拿车费给我 我就一咕噜爬上了三轮车 然后找了个位置舒舒服服地躺下 耍我赖似的 不要不要 我就要坐爸爸的车回家 素方笑着摇了摇头 便游着我去了 三轮车晃晃悠悠地驶出了菜市场 此时此刻 我很想要真正的下面回来 想让她看看这条路有多美 夕阳与会中人流匆匆忙忙 春日的晚风掠过树梢 拉扯着影子轻轻摇晃 而我惬意地躺在颠簸的三轮车上 吃着糖炒栗子 感受着凉悠悠的晚风 裹挟着丝丝甜蜜 溶进了我身体每一个细胞 我想这种轻飘飘 又无比窝心的感觉 就是被称为幸福 这种感觉是比酒精上头那一瞬间的恍惚 还要真切的存在 真不明白 为什么世界上有人这么傻 会拒绝这样的幸福 去追寻一个跟自己不相关的人 我正想着 一个骑着单车的少年 从我们车边盯过 也许是因为他和我穿着同样的校服 我便多看了几眼 没想到这人竟然是江鹤衣 此时此刻他也抬眼看我 额前的碎发 与没有拉上的校服一样 被风扬了起来 那一刹那 我感觉时间像是静止了 不过他淡淡的扫了我一眼 便骑着车快速离开了 周六我做完作业 又跟着厨房卖菜去了 他出餐出的早 市场上还没什么人 我就拿出了练习课专研数学题 这时候 一个穿着跪屁的女人停在了摊子面前 他打亮着摊子上的菜 四瓶在犹豫 我立刻堆起笑容与他攀谈 阿姨 试一试 这个嗦子 可新鲜了 他抬眼看了看我 露出一个和煦的笑 我一向对这样温柔和爱的人 没有抵抗力 便继续跟他搭话 阿姨是想做什么菜 可以跟我说说 他见我热络 也开口道 我买得多 能帮忙送一下吗 今天车子先好没开车 那有什么不行 我收起练习册放到小三轮上 故作豪迈道 阿姨你随便挑 我肯定能给你送到 他见我这样说 倒真是挑了很多东西 他说是他儿子生日 要办一个宴会 看他选这么东西 想必这个宴会很重要 我仔细核对了菜单 装上车就按照他的地址送去了 这地方还挺远 是在一个别墅区 我开着小三轮绕好大一圈 都没找到 无奈之下 我只好拨通了顾客电话 接通提示想了几声后 是一个男生接的电话 你好 这声音满满的禁忆感 我小小的激动了一下 就说起了正事 你好 我是送派的 你留的地址好像不太对 我找了三圈也没找到那个门 顺便沉默了一下 才淡淡开口 你就在那里等我吧 好的 我骑了一个三轮车 带着粉色头盔 我话还没说完就想起了狼音 我只好骑着三轮车 找一个靠边的地方停了下来 我打亮着这一栋栋的别墅 想着或许这辈子我努力一些 也能买个别墅给苏帮助 我正做着白日梦 身后就想起一阵嬉笑声 听着声音渐嗖嗖的 怎么这么熟悉 我好奇的转过头 正好对上了往这边看的许义 那一刻我脑子里榨开了一道白光 还真是那里都能碰到这个倒霉催的 他一看到我眼里就露出了凶光 像狼看到兔子似的 他明明要朝左边走 现在却带着他那群狐蜂狗友 朝我过来了 我不耐烦地偏过了头 假装看路边野花 他细血的声音还是闯进了我的耳朵 哟 下面 你现在做什么业务呢 还是追我都追着你来了 我假装没听到他的话 继续玩弄这一旁的野花 他见我这样子 直接明在了我的面前 我问你话呢 耳朵聋了 我这才抬起眼 死死盯着他 他眼里挑衅的意味越来越浓 这样孩子可不能怪 我把手搭在了三轮车把手上 他瞥了一眼笑道 怎么 你还想撞我 我也笑道 那可不敢 我可是遵纪手法的好功能 我话音刚落就启动了车子 朝他冲了过去 他吓得后退了几步 我立马捏住了刹车 我还以为你多大的胆子 是一是刹车而已 你紧张什么 你 下面 徐一气的咬牙切齿的叫我的名字 我正想着好好教训教训他 这时候一道清冷的声音 打破了这件法女章的气氛 下面 你来送菜吗 江鹤一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我也没想到 今天送菜是送江鹤一家 也只能正正地点了点头 徐一脸色毕马就变了 你当真去勾在江鹤一 你今天来这儿就是找江鹤一的 你和他什么关系 我白了一眼徐一 并不想搭理他 江鹤一也走了过来 在徐一压迫的目光中 他非常自然地就坐上我旁边的位置 走吧 我给你指路 我正要走 徐一拉住了我的车 像个小孩子似的耍无赖道 他一本正经道 你过生日这么重要的事 我还是要去了 说吧 他就让他那些朋友散了 我看着江鹤一 要是他不让徐一去 我要一万种办法能让徐一下车 顾客就是上帝 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可是江鹤一没再说什么 显然是默认了徐一可以一起去 于是我就开这个三轮车 载了两个一米八的大男生走了起来 本来我卸完菜就能走了 但是江鹤一妈妈再知道 我也在天中读书之后 就非要留我吃饭 我实在推脱不了 只能留下了 这一留下 我觉得不光徐一 就连江鹤一应该也怀疑我有什么目的 不一会儿一样会就开始了 今天江鹤一是主角 他被快拥着 桌子上堆满了礼物 他冷静地对待这一切 好像平常都不能再平常的事一样 我远远地看着他 心里说不上有多羡慕了 能被这样爱着 该多幸福啊 其实5月23也是我的生日 只是上辈子我 从来没有过过生日 没有吃过生日蛋糕 没有人送我礼物 更没有人想起 我安静地看着眼前的生日蛋糕 心里泛起一阵酸涩 或许不会有人记得 这天是我的生日了 想来是没有的 而我也再也不能在这一天过生日了 过去的我真的不在了 趁着大家玩闹的间隙 我捧着蛋糕丢去了后门 我安静地看着手里的一小块蛋糕 小声地自己给自己唱起了生日歌 可是蛋糕的甜 怎么也化不开心里的苦涩 这也不是多贵的东西 为什么他们就是一次生日 都没有给我过过呢 宴会结束后 我在书房里找到了江鹤一 他正捧着平板看篮球赛 我瞅瞅了一下 还是走了过去 打算把这个事解释清楚 江同学 你好 今天我真不是追着许一来的 我真是帮我妈妈送菜来的 我都不知道你住这里 江鹤一神色深沉地达到 知道了 就在我松一口气的时候 他眼眸闪过一丝音质 不过 篮球赛那天你是真的在令我吧 这当然是真的 我原本以为他看不出来呢 我咽了咽口水 心下一紧 只好老实道 这我只是想跟许一撇清关系 我想让他觉得我还喜欢他 就什么都得听他的 我想那是最快的办法了 江鹤一终于是按下了篮球赛的暂停键 他排起头目光落在了我身后 又收了回来 那你为什么想要跟许一撇清关系 之前你们两个的事 可是闹得肺肺痒痒的 我这要回答 突然意识到我和江鹤一也没有多数 顶多知道他名字而已 江同学 我们还没熟到能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吧 说吧我准备离开 谁知道转身就看见了许一 他站在门口定定地看着我 这下我总算知道 刚刚江鹤一为什么要问我那些问题了 显然我被摆了一棒 不过也好 我正愁该怎么把这些话跟许一说清楚 现在看来是不用再说了 从那天之后 许一就没再找过我麻烦了 虽然我们同在最后一排 但是他大多时间都是在睡觉 一下课就往篮球场跑 他最近好像受什么刺激了 脾气很不好 昨天人人找我讲题 如果他座位的时候 不小心碰掉他的书 他就大发脾气 有时候真觉得他像个小孩似的 返校后我就全身心扑在了学期上 每节课都认真听 认真到班主任再一次找我谈话 他以为我受什么刺激 还觉得是换作未到最后一排 给我压力了 我告诉他没什么压力 就是现在学期上有点困难 要是能把我调到学期里人旁边就好了 原本以为念在我诚恳学习的份上 他会让我和书画做一起 可是并没有 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学习小组 每周六可以和他们一起学习 他一点得意的告诉我 江赫一是组长 我当场就傻眼了 自从知道了江赫一这人之后 好像怎么都闭不开他 很快星期六就到了 学习小组在图书馆 我去的时候 只有江赫一在 他见到我果然很惊讶 我也不打算解释了 因为这怎么看 都是我变着法接近他的感觉 他微微愣了一下 就继续低头看自己的书了 我也选了一个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下 后来等同学们陆陆续续到其后 江赫一就站了起来 我以为我离他很远 可我没想到今天是他讲物理 讲课的位置就离我很近了 不得不说江赫一讲得很好 但是必须要全身贯注地听 才能听懂 而学习小组的人都很厉害 江赫一讲的他们都明白 他们大多都在做自己的诗 只有我和少数几人在听 最后就变成了我一个人在听 又因为知识点掌握不牢 我还时不时打断江赫一提出一些疑问 等学习时间快结束的时候 就变成江赫一对我的单独辅导 有年纪第一对我单独辅导 我当然不能错过 便使劲耗羊毛 学习的近空前高涨 他也很有耐心 直到同学陆陆续续离开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我才发现自己占用江赫一太多时间了 我十分抱歉地看了他 他依旧没什么表情 只是好奇地问道 星期六不能出去玩 你都这么开心吗 我想都没想就回到 以后有的是玩的时间 有年纪第一次到我学习 我偷温落还来不及 江赫一低头浅浅笑了一下 能来学习小组你就这么开心 当然了 我妈妈知道我来学习小组了 她还说今天给我做糖醋排骨呢 这话说起来挺没骨气的 但是我就觉得 现在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想必江赫一这样 在厘惯里长大的人 是不会懂的 不过江赫一成绩这么好 不知道他为什么 会在星期六来学习小组 反正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抱着聊聊天的态度 我问道 所以你为什么要来学习小组 我看你样子也不是很情愿 还是你有什么目标 想考哪个大学 所以逼自己努力一点 江赫一淡淡一笑 我们好像没有熟到这个地步 这人年纪不大 一肚子心眼 竟然用我说过的话来压我 我无奈的撇了贴嘴 准备离开 谁知道他又开头了 我之所以来是因为不想回家 目标嘛 就是考上一课大学 努力倒不用 以我现在的成绩也足够了 我们并肩往外走 我忽然觉得江赫一 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 他家那么好 他竟然不想回家 以后我也不想去问这种隐私 而是随便附和到 学医很不错啊 就死不伤 你很有远见啊 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啊 他淡淡一笑 不喜欢 只是我们家时代从医 我父母觉得这个职业 有社会地位 稳定 啊这 那你有什么喜欢的是吗 我试探性地看着江赫一 他顿了一下 我的喜欢不重要 人好像都是这样过一辈子的 谁说的 我喜欢画画 我至今都记得 我第一次拿起笔的时候 胸口那种 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奥特曼一样 我趴着江赫一的脖子 把他带到窗户 你看这个学校 有六栋教学楼 有成千的学生 整个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 这个世界就更大了 你怎么就知道 这个土地上某一个人 在某天产生的想法 不会改变历史 推动人类进步呢 江赫一坦然一笑 也趴上我的肩 那你跟我说这么多 我们是不是朋友了 当然了 有个年纪第一当朋友 我做梦多个消息 那一刻江赫一 吃热汹汝的眼神 我很熟悉 就像我拿起画笔那一刻 就像所有垂马行空的想法 所有越然纸上的那一刻 我们现在不过16 对 以后的路还长 就趁现在轻狂吧 我和江赫一走出图书馆的时候 天已经擦黑了 正巧赶上 曲一拍着篮球从操场回来 他一抬头就看见了我和江赫一 我收敛了笑容 打算装作没看见 就这样走过去 可他开口叫住了我 语气恶劣道 哟 下面你真够可以的攀不上我 就换别人了 我瞪着眼睛 他这人早该好好教育教育了 一旁的江赫一见我哭了 他有些无措的 必给我一张纸 结结巴巴 地安慰道 他就是那种人 你也别太在意 我原本以为给了许一一个教训了 他会收敛 可他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 因为他爸和校长有些关系 所以班主任也不好说什么 因为许一的家世 加上他长得不赖 学校里喜欢 他的人还挺多的 他不知道跟那些追求者说的什么 周六放学的一天 我被堵在了学校门口 一群女生围着我 从他们话语中 我知道了许一 给他们说了 我是如何水性氧化的 说我跟他有了关系后 转头又去找别的人去了 他们推散了我几下 毒药脸的狐狸精 就你这样的 还想追江赫一 就是 以前还追着我们许一不放 你说江赫一要是知道你是这种货色 跟别人到处睡 他会怎么 想 我冷眼看着这群人 心底生起一阵恶寒 他们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 这样毁人清白的话 张口就来 我害怕的看着他们 扑丧着脸 你们说什么 我和许一发生了关系 我才十六岁 不会的 不会的 他们见我气势弱了 就更加强硬 你别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这事你自己清楚 我一把拽住了他 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喂 警察局吗 不 我可能被人强行发生关系了 怎么办 我有证人 七八个人可以证明 听见我报警了 面前的女生慌了 什么强行 你搞清楚 不会强行的 你乱说什么 我死死的抓着他的胳膊 这位同学 你们这么确定 我一定要弄清楚 你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他一边甩着我的手 一边想走 因为他身后已经有人走了 可我不会放他走的 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 通知老师通知家长 我们被带去了警察局问话 我一到警察局 就声位俱下 条理清晰地说出了来文去脉 我说我没有清白了 要去死 在警察局闹得天翻地覆 老师 这件事情不好收尾 便打电话给调导主任了 我父母也为我据理力争 妈妈紧紧地搂住我 我哭诉着 向那个女生求道 这位同学 你刚刚明明很确定的 你一定要为我作证啊 你也知道 许一喜欢到处玩 说不定他真会做出这种事 你别怕 老师和主任会帮我们的 老师和主任见我这样说 也急得满头大汗 对啊 你可别撒谎 现在是在警察局 知道说什么 在警察和老师 还有他父母 被几番劝告下 那些女生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件事 是许一告诉我的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这下好了 许一还有他父母 还有校长都来 最后问到半夜 许一承认了是他造谣 校长迫于压力 承诺了我要把他转走 晚上出警察局的时候 许一插着都掉锒铛的 从我面前走过 他漫不经心的笑了笑 你只有我们两个人 能听到的声音开口道 你以为我会怎么样吗 你太天真了 我出生就在终点了 你就在气跑线上努力爬吧 他或许以为这话能吓着我吧 毕竟刚刚我在警察局 哭哭啼啼的 我露出一种笑 我掉了脸上的泪 那可不巧 你的人生就要从这一刻开始完蛋了 你确定你现在站的是终点了 我笑隐隐的 看着他僵硬的脸语气温柔 你不是拥有很多东西吗 那可以失去的也很多 取一火速转走了 听说是去了一个贵族学校 或许他以后会出国 回到学校后 校长召开了师生大会 请了心理老师来 我站在人头攒动的学生中 昂扬的头 书画紧紧牵着我的手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站在我身边呢 身后想起了江鹤一的声音 这就是你这么多天 不来学习小组的原因吗 我回头看他 他依旧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他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笔记 不嫌不淡的说道 这是你这几天落下的 自己回去看 我可不想到时候对牛弹琴 其实我不大想去图图馆 可江鹤一都给我笔记了 我好像不去也不太好 江鹤一像往常一样给我讲题 直到其他同学陆陆续续离开了 他才停下来 我慢慢吞吞的收书包 忽然江鹤一说道 夏眠 以后发生这种事能告诉我吗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这目光灼灼的看着我 我心虚的低下了头 我知道你当我是朋友 我可不想跟你做朋友 我想在你身边支持你 江鹤一打断了我的话 我愣愣的看着他耳朵红到脸颊 他捏着收包 好野似的离开了 他真的慌乱无措 又挺拔安如白羊的背影 我情不自禁的笑了 那年夏天 那个男孩 就这样毫无预兆的闯进了我的世界 很快我们结束了高考 高考结束那天 他让我在他校服上写名字 我拿起马克比认真的写下夏眠两次 他低头浅笑 你写错了吧 不是春年不觉小的棉吗 我猛的抬头 那天他在办公室癌训 江鹤一在一旁整理卷子 因为他和许一的关系 江鹤一便对他多关注了几眼 女孩憨态可居 瞪着大大的眼睛 认真听老师说话 他三言两语 就让老师改变了请家长的想法 后来夏眠竟然举止异常 在篮球赛上给他送水 当下他是厌恶的 因为他最不喜欢自己被当做棋子 可夏眠三言两语让他改变了想法 下午他回家的时候 又遇到了夏眠 他躺在三轮车上 那骨子自有酒脱的劲 让他微微愣神 他觉得夏眠好像可以前不恐了 就像是两个人一样 他越接近夏眠 越有这样的感觉 直到在图书馆里 夏眠对他说出的那些话 那天夏眠在图书馆睡着了 他开始糊里糊涂的说起了梦话 不掉夏眠 江鹤一开始并不在意 可他重复了好多次 江鹤一便接过了话头 不知道叫夏眠 小绵羊的门 睡得迷迷糊糊的夏眠 轻轻一笑称怪道 才不是 是春眠不觉小的眠 夏眠 江鹤一重附道 心中的疑虑越来越重 后来他看了他的学生卡 上面的名字就是夏眠 他甚至去查了夏眠的档案 他没有曾用名 所以他觉得在那一年的夏天 夏眠的身体里 确实来过另外一个灵魂 他和这个灵魂还挺瞄得来的 算是他的朋友 甚至算得上是挚友 他很会开导人 像是活过好几次的人那样 看什么都透彻 却仍然想用最天真的方式 与世界相处 那天他说起自己的梦想 眼睛亮晶晶的 十分设人心魄 让人想与他一起体会那样的感觉 后来夏眠给父母买了大房子 他也成立一个画家 虽然也不是很大的名气画家 但是他很幸福 他的话以日落文明 人们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样热衷于追逐日落 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17岁的那一夏天 他和那一少年在图书馆 这一号的日落时分 万籁聚集的时候 漫天红霞 他们热切又坦诚地 了解自己的梦想 那天的汹涌澎败 似乎到今天还未停止 是因为梦想 也是因为那个人 江赫一也从事了 自己喜欢的行业 研发各种用途的机器人 其中只有一款陪伴型机器人 被人们认为是有瑕疵的 今天的记者会 大家就这款机器人 向江赫一提出了询问 江总 机器人年年在每年5月23日 都会想起生日歌 这样强制的行为 好像不太符合顾客的需求 江赫一推了推眼镜 雾光灵力 我不认为一首生日歌 对他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那这对您来说 有什么意义吗 是因为这天是你的生日吗 那这个人是女生吗 是的 江赫一回答完毕 准备离开 记者也关了话筒 轻松开口 那江总你是喜欢他吧 地旁的摄影师 替这位新人记者捏了把汗 圈内的人都知道 江赫一不近人情 他现在竟然还跟他谈喜欢 就在旁边的人 都以为江赫一会发飙的时候 他温和一笑 你猜的没错 他是我爱人 记者眼睛发光 那你们现在一定很幸福吧 江赫一露出一副苦恼的样子 不是 他经常在外面 他是个出色的画家 江赫一看着镜头一本正定道 希望他追日落的时候 也能稍微想起我 江赫一都这么说了 强大的网友 很快就知道那个画家是谁了 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就出来了 都是说江赫一为一个流浪画家痴情的事 一年后 夏眠的画展上 江赫一高调出席 夏眠不耐烦的看着他 你看看有这么多记者在呢 上次的风波还没过去 你又来 江赫一搂着夏眠不以为意 谁让你十天半个月不回家 那就只能我来找你了呀